最近刚好听说杀青了 这个风声是刚杀青的吗 你在笑什么 没笑 风声 风声 说哦 你讲 给你打心 这个戏大家都很熟 你应该之前也不只看一遍吧 对对对 我只看一遍 你接这个戏 因为肯定我觉得到时候上之后 肯定会有很多人去讨论啊 去比较啊 去评头论足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在讲事情 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吗 这是肯定的呀 没有什么可准备的 我觉得那已经是个非常好的电影 那摆在那儿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 然后我觉得我们更多都是一个学习 而且这一版的风声 跟电影版的风声 有很大的变化 然后究竟谁是老鬼 谁知道呢 所以这一切学念都还未知 是的 这是顾小梦你演的是 当时在接这个戏的时候 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个 怎么讲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作品 在那摆着 你接的时候内心是很直接接下还是有一些犹豫 直接接 很果断的 因为这么好的团队 然后粉丝又非常好 然后为什么不接 是没有什么理由是吧 但这是个叠战戏 这是你第一次尝试这种类型的吗 对 是第一次 所以这个戏对你来讲 有没有什么跟之前不一样的 让你觉得很难的地方 难度超大 是吗 比如说 偶像剧的话 你会比较贴近生活 但叠战戏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去了解历史 了解那个时候的人们的状态 也会不一样 跟古装又不一样 它是拿捏在古装和现代中间的那一个阶段 就是真的完全没有触碰过就紧张 然后我们的台词就是几页几页的算 哦 就量很大 就是吓死人 但是导演对你们要求就很严的 就是错一个就就重来之类那种吗 哦 没有 我们导演是一个很随心的人 然后在现场 他觉得我们都会 因为我们的演员都是那种老戏骨 他们会非常严格的要求 你归纳自己为老戏骨吗 不是不是 就是我们搭的另外的 哦 就是像高 但你也算了 你出道也快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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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哪虎不开庭哪虎 好 接着讲 你们这个系里都是很多老戏骨们 我们的前辈老师们 就是我作为新人嘛 就是压力很大 所以也就是在提前做了蛮久的功课 是 像你们一般 比如说在一个戏杀新之后 私下还会句一句啊 那些碰面什么的吗 像你这种三百年不联系朋友的人 你会你会去吗 我没有带啊 你自己讲的 但是我要看在什么 因为每个演员每天再去的地上都不一样 然后聚到一起其实蛮难的 很多的时候 大家在剧组的时候 我觉得会一起组织一下 吃个饭啊 干嘛的 也会偶尔 但少 很少 最近跟谁去的比较多一点吗 没有 都自己在剧组待着 对啊 都在剧组忙工作 都在剧组 没人 那是